如何捕捉超值冷马,去帮你赢过满 是我们今天的课题 在讲这个课题之前,先看一看5月12日的赛事 我说过,如果在谷草,如果你找马胆 最好就抠实那些排内档那些 那当然啦,如果是有Top2的骑士 排内档就更加好了,是不是? 那田草呢? 那田草当然要集中抠Top2那些骑士 因为在田草的偏差较小一点 所以它的能力更加容易发挥 那这一天就有一位朋友 他就是我们继续计算表的朋友 他的买法是可以值得你去参考的 因为非常有用的,那他是怎样做呢? 他说他这一天有一批深水冷马 就是第八场那批 细宅之胜 他说他平时没有职业排队计算表的时候 他通常抠的那些冷马 他就会怎么买呢? 他就会买WINPAY了 所以如果他以前是没有这个表的 所以他会买WINPAY 但现在他有了这个表 他不单止不会买WINPAY 是会利用我们在这个channel 他经常教他的方法去摆过关 而且他说他现在找的那些冷马 深水冷马是更加容易的 他是怎样找出这一批 世宅之声的呢? 这一批马临长就有8.9倍 但是开始的时候呢 都有10倍以上的 就是在前 他抠的时候 他说他是这样做的 第八场 记得他计算表那里 选贵内 上三仗 同情 1400 实力就是选前世明 他就看到世宅之声 他看到他没段是排第一名的 这个是上三仗 为了稳定的 他再按贵内 就不是上三仗 是整个贵内 就是我们之前的视频都说过了 也看到世宅之声是排第一的 所以 而且他选这批马是有10倍的 所以他这一日的深水就是这场的港澳杯了 就是世宅之声 他是做重心马匹来买 那怎么拖呢? 拖一脚就很容易了 拖一脚他只拖三匹而已 因为他这一日 是买了三场的Q过关 也是一拖三、一拖三、一拖三 是买三传四的 那他就拖 贵内那些 最拖的三匹 那就是我们以前的指定动作 是不是? 世宅之声 下面那一匹就是万马奔腾 接着在下一匹就是醒目名区 然后在下一匹就是加州议掌 就是他的脚就是 继续表里面的同胜势马 是Top3的 这一场是他的一拖三 这一关就是他的尾关 我用尾关讲起 因为这一场是他的心水马 他说他以前就会买 世宅之声Winbay 买二三百元的 所以说他说现在 由于有了职业排位计算表 就不需要做这些 不是那么有效的动作 就是很难以小播到大的嘛 所以他就买了 一拖三 这个是他第三关 那他过了第三关 这条叫做255 好了 另外呢 有两场呢 他就怎么买呢 也都是我在这个声龙上推介的 就是House那些Top2的骑士 那些马 所以他就选了第三场的莫雷拉 的飞下 为什么选这一部分飞下 原因很简单 因为如果你看近期的视频 你一看就知道 蔡若翰的第一号杀手就是莫雷拉 对不对 那飞下吧 如果你去计算表那里 贵内 上三丈 田泥千尔 达飞下 是第一的 对不对 莫雷拉 而且是内档 对不对 因为我说了 内档最好来的嘛 田泥千尔 和谷草是有 比较相似的 偏差在这里 那他也有 他有看贵内那些呢 贵内那些飞下都不错的 排第二的 所以他怎么拖呢 短图呢 通常我们拖上三丈那些 但上三丈第一部分 永贯多 所以他就看贵内那些了 对不对 就是用飞下拖 三部分就是永贯多 烟风四起 跟着 君月患 就是他的一拖三 他也都在email上问我们的问题 因为他看到我们这一场那个 深世玛的提供也是 飞下胆拖永贯多 封烟四起 君月患 他说我们是不是这样选出来的呢 其实又是 我们的方法和你选的是一样的 OK 这个是他第一关来的 那结果 那只飞下跑第二 君月患跑第一 永贯多跑第三 是不是 一拖三 三红彩都中了 这条三红彩1300 当然这个是他的第一关Q 他就被他过了 是派186.5 这个是第一关 他尾关呢 即是第一关过了 他尾关第八场 他全日的心水 那一场也都被他过了 好了 那么他第二关是什么呢 第二关就是第四场 也都是莫里拉的 也都是Top 1的骑士 那为什么他选这班莫里拉的胜利专家呢 他有几个原因 第一 当然是先看实力 是看同政的实力 这场是四分千四 所以做什么事呢 第四场 计算表 那接着 贵内 上三仗 田草 千四 实力 就千四名 那便看到 尹妙光 阳光 这些码在前面 是不是 所以当然他有看 这个经常都说 是指定动作 是不是 无论你拖上三仗也好 贵内也好 什么都要看一看 看一看前面 然后他按贵内那些 就看到 那 胜利专家 是排第二块的 为什么他会追求这一匹马 就是因为 看到莫里拉在上面 是不是 这个第一 第二呢 上季至今这些胜利专家 不单止是排第二 而且呢 它是三班的 你看到 全部都是四班的嘛 而且他是贵内有 有三班的同情实力在这里 三次在三班跑二三四 即是我们拉这一场骑的胜利专家贵乐 是有三班的实力 当然由于他上三仗不在 我们看看有没有可以接受的形状 这是另外一个指定动作 所以就去所有马赛职那里 看胜利专家 看到贵乐 我们看四仗是有的 因为他跑的路程都不是千四 不停跑泥地 而且两个身位上象都是输三个 这是可以接受的方法 第二他也有去 职业数据库 他说这个很重要 这位朋友这样去研究这把马 我是值得向你推介的 这个动作 他就怎样做呢? 去数据库那里 去练马士騎士那里 选贵乐 蔡若翰 你看到了 背汤尾是大摩的第一号杀手 如果就这样贵乐 其次才是莫尼拉 但是如果你有留意新闻 这段时间 配汤尾和大摩的关系开始有少少不好 这是我们听到的新闻 当然新闻是这样说 事实是这样的 我们这位朋友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这个部分你可以学一下 怎样做呢? 既然这个季内 我们要看这两个月 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发生 很容易看 怎样做呢? 我们有月份 我们把月份 按一按左摩数据 把月份拉到链马斯下面 月份就在这里可以给你选 现在五月 我们看这两个月 即是四月五月 看发生了什么 那我们就只选四五 你看到什么? 四五 你看到背汤尾在哪里? 你看看 由四月到现在 背汤尾和大摩的合作 已经少了 是不是? 是没有什么上名的 好了 即是说最近 最近大摩的杀手 第一号杀手去了变化 有什么变化? 变了是莫尼拉 莫尼拉在四五月和大摩 赢了最多次 入Q最多次 入Q的命中率是46% 所以他对这一批的胜利专家 更加有信心 做胆 因为第一 他是千四 是Top2的桂内 而且是三班 而且又是近期 大摩的第一号杀手 所以他就选了胜利专家做胆 那脚呢 那动作是一样的 计算表那里 是不是? 那我们就 剩下来 他就拖 上三丈的三匹马 即是哪三匹马 尹妙星 阳光 和白心之王 这个上三阵 因为上三阵都比较多 所以他拿着胆 就拖最好form的三匹马 而且同正实力马 是最top的三匹 尹妙星 阳光 白心之王 结果我们看看 第四场 胜利专家第一 尹妙星第二 那就是说他第二关都过了 这条Q就排104 这位朋友呢 他的五百四元 买三寸四Q 这一天就被他拖到五万八 他说过 他在电邮里说的其中一个原因 很值得我再提一提 就是他说 自从他有了这个 这个牌子计算表之后 不单止烤冷马容易了 是吧 因为他可以 是选近三匠 同情实力 今天是排第一那些 都还有分头的半冷马 就是世宅之星 不单止容易了找 而且他说 以前呢 就买Winplay 所以赢的时候呢 就赢几个 所以贵贵都是负数的 因为不是经常中的嘛 那时候他没有这个表 就很难找到这些 又有方的同情实力码 而且是排第一的 这个是难的 第二 现在他懂得 运用Top2的骑士了 在沙田 就帮他去买过关 都是几个水买 所以他这一天 就给那波到五万八 他就非常开心 那我就在这里 恭喜这位朋友了 我可以告诉你 都是同一句说话 继续用这个表 继续用你的方法 你还会有牌中 而且还是有牌中 大野 在这一天 有另外一位用者 他的名字叫中叔 这位中叔 他说他赌码超过了20年 他是专掏冷马的 他的买法呢 通常掏两场至三场 就买铁三角Q 那他的要求就是 那个铁三角三拍买里面 最少有两拍 那倍率是接近10倍的 因为这样 他们的Q才会有分头 这个是他平时喜欢的买法 他这20年都是这样买的 这是第一 第二 他买的时候 他喜欢抠两个极端的路程 一个是最短途 就是一千 为什么他喜欢抠一千呢 因为他知道 放头和咬前的跑法 是着手到云的 再不需要再证明 人都知道 跑一千短途 所以他就专掏那些 放头和咬前的短途马 另外 他喜欢抠长途 因为长途 为什么他喜欢抠呢 因为长途 就不是说说实力什么 是说气量 就是人类的马拉松 那些 就是说 你突然之间 跑到千四 一跳跳到二千 不是啪啪都可以的 大部分都不可以的 是不是 因为你没有气量的证明 因为这种运动 马拉松的气量 是要练出来的 等于我们跑步 不是 你要跑得很久才能练出气量 所以他就喜欢 选择这个路程 而且他选择这个路程 这两个路程 还有他还要选择同班 因为他比较稳定 因为如果升班 他也不选择 他说这是他的信念 他赌了20年马 按照这个方法买 他说赌了20年 虽然有四分之三的马距 是输钱收场 但其中是有四分之一的马距 他是有钱赢的 所以他就觉得 自己的买法 他所相信的东西 他觉得是对的 在电邮里面说 他说 自从有了 他订了这个知识牌计算表 之后 他用同样的方法 他现在更加证明 他的方法是对的 他说原来 他以前大部分是输 是因为他没有有效的工具 他说今次被他真的找到了 所以他非常开心 这位中苏呢 就是专掏那些 有价值的冷碼 他说怎么掏呢 我今天就把中苏这个影片 抽出来 就特别介绍给你 因为他的方法 对你以后 肯定是有帮助的 所以 你要留心点听 首先我们讲他的长途 在这一天 就刚刚有一场 长途赛 就是第二场的 五班二千二了 对不对 好了 五班二千二 就是抽什么 抽长途 那怎么做呢 这个中苏组 很简单 就是用我们这个表 计算表 那里 对不对 首先看上三丈 贵内 上三丈 因为这次是跑田草二千二 对不对 所以就禁了二千二 而名次就前四名 那就没有了 看不到 对不对 贵内呢 贵内有没有 贵内也没有 就是田草二千二是没有的 好了 那就是说 讲气量 所以下一个就看 谷草了 都是草地财 就禁谷草 首先当然是 上三丈 就见到有两匹 对不对 有具长度 二千二气量 就是金碧光芒 和唐痴豆 他就先选这两匹 然后呢 由于这场是跑五班 所以在班别那里就不用再找了 因为不会有六班 是最低的 好了 接着呢 这个是上三丈的 只有两匹 接着他就选贵内 在这里按所有就贵内 就见到有几匹 我们不要这个后备 就见到 有四匹 当然他是选贵 最高的那些 因为有实力 所以他的心目中 就先选贴金碧光芒唐痴豆 和幸运神区 这个是他选贵的 但是他买不买 是有一个前提的 就是这三匹 其中有两匹 是接近十倍的 才下注 因为他是喜欢敲冷门的 OK 因为这些是属于有价值的冷门 对不对 那怎么做 当然是看倍率 我现在给你看的就是开跑的 但之前那些都是差不多的 金碧光芒就有14倍 是吧 幸运神区是8.8 另外一匹唐痴豆就是7.2 就是其实三匹都非常接近 特别有两匹 所以他就会下注 他就选了这一场来买 三匹的铁三个Q 这个是短途 不是这个长度 另外呢 也有一场短途就是第九场 这个是一场的 填造1000 填造1000 那我们看了 他在计算表里看 他也是用计算表来做 选择这些码 这张是二班1000 而且还是高的二班 是105-80分 就没有三班那些码 所以呢 第一个要求他就选择2000 不是二班那些码 对不对 那就是说 在那个 在下面的表里 首先他就不要三四班那些了 好 现在你在三四班那些码 那就是没有了 第二就是同情 放头或者咬前的 好 那我们看吧 上三丈 田草1000 有没有 虽然是有三匹 但是这里是没有放头和咬前的 你看到 是不是 谷所有没有 谷所最短 如果没有的话 他会怎样做呢 他就会看上三丈1000 然后看1200 因为1200 因为1200也是短图 他抠的码也是放头和咬前的 这个是上三丈 他就这样做 那就选择了田草1200 就选放头了 有了 真好彩 所以第一批 就是真好彩了 那就是说上三丈没有了 那接着呢 就去看同情了 就是田草1000 就看巨奈那些了 是不是 那就是跑法那里 只要放头咬前的 就看有没有了 那就有了 有两批 哪两批就是一哥和喜悦彬分 那就是说他这一日 他这个短图 他抠的是 同班的 真好彩 一哥和喜悦彬分 买不买呢 下不下注呢 那当然要看他之前 不是说临场了 因为 开跑前 第一场 那时候其实已经烂了 肯定有了 你看看我真好彩11倍 一哥31 就是有两批是符合他的要求 所以他这一日 他就有两场深水的 他自己叫这些码 叫做超值的冷码 是不是 这些是实力的 有培罗金 是不是 就是第二场的三批 金碧光亡 唐痴斗 和那个 幸运神区 这三批 而第九场 他的超值冷码 就是一哥 喜悦彬分 和那批 真好彩 这三批 那他怎么买呢 他说他以前也是这样 就买五十元Q 即是两场 单棍的那些 买五十元Q 就是 总共是三百元买 买了两场 然后买一场 二穿一 Q过关 买十元 就是说他这样买 他的成本是三百九 他说如果这样买 就算不中两个人 中了一关 他也是有钱人 因为是够冷的 他这一天 你看看他 金碧光亡 幸运神区 就被他中了这条Q 这条Q 就派五百五十元 他就买了五十元Q 即是收了二千多 当然他到二穿一就过了第一关 第九场 他买真好彩一哥和那匹李玉斌分 亦被他中了这条大冷Q 这条Q是派二千一百多 他就买了五十元单棍 即是五十元这条Q 就中了万多元 当然他过了Q过关了第二关 所以他这一天三百九十元 total收了十三万二 在未来的星期三 都是有短途的 谷草菜 所以他的方法 你看看有没有机会 给你找到那码 你不妨去留意一下 那我就在这里恭喜中叔 你在电邮里说得非常对 你抠冷马的方法 以前大部分时间输前 未必是你的方法有问题 主要是你没有一个工具 自从你有了这个工具之后 完全不同了 不单是更加容易 将你以前选择超值冷马的手法 更容易发挥出来 更加容易给你去波导大野 中叔 我就在这里恭喜你 继续用你的方法 不要放弃 你还会有排中 而且还会有排中 大野 你平时的落住方法 是不是也很喜欢以小波带? 你今季是不是仍然还是负数 想现在立即追回数? 你是不是还没有职业排位计算表 和职业数据负 这两个最多职业团队所用的工具? 如果是的话 我建议你现在立即按这个位 即是如要订阅请去以下了 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因为为什么? 第一 未来的周三又是跑谷草菜 谷草菜我们是有最多用者 是波过慢的 原因很容易明白 因为谷草菜有天然的档位偏差存在 如果你看了这个视频 这个频道有一排 你会知道在谷草菜最好 就是选择马胆 就是选择内档的同情实力马 如果其中是有Top2的骑士 更加好了 是不是? 有了胆 脚就更加容易找 是不是? 你就可以去 计算表那里 找同情实力马 由上至下是选择中内档的 是吧? 投注的彩时 你可以买Q个关 你可以过两个关 如果过两个关 你可以多拖多些 拖四五匹也可以 也可以过三个关 过三个关 最好拖三匹 当然如果有一场拖两匹 你另外那场可以拖多些 是不是? 你也可以买三重彩和四重彩 就将那匹马胆 只是排第一名和第二名 就不是走福胆 因为这样做三重彩 你可以省三分之一的注码 买四重彩 你可以省一半的注码 这样买 利用这两个表 你就可以非常之容易 以小拖到大 因为很难说 未来的星期三 分分钟拖到大 那些人士就是你了 所以千万不要不相信 当然了 拥有这两个表 你每个赛逸的成本 都是三十元 这个是绝对超值的 三十元可以做到什么 喝几罐啤酒 你喝啤酒 你是做不到以小拖到大 你也可以买一本马保 但马保是做不到 以小拖到大的效果出来的 所以记住 如果你还没有这两个表 如果你想追溯的话 记住现在 立即按入这个位置 就是要订阅小拖以下 立即可以拥有这两个表 OK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 当你有了这两个表之后 你可以用成季 用成年 就是用到明年的这段时间 你想想 只要你继续用相同的手法 你可以不断重复赢大赛这个过程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拨到大赛的次数 绝对不止是一次 是绝对是会有很多次很多次的 OK 所以记住 如果你还没有这两个表 就立即按这里 去拥有这两个表 就不要在这个频道上 常常看别人是怎么命中 因为最重要是命中的人 是你自己的 对不对 如果你是很喜欢 买以小拖大的相片 看多些 或者学多些别人 如何以小拖大的买法 而且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 我就建议你按一下这个位置 就是 当你按了这个位置之后 迟些有新的视频出 新的买法 那你就可以立即学一下 因为这些是对你以后 是绝对有帮助的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 就建议你按这个位置 如果你觉得今次的视频 对你以后 或者周三的赛事 是有启发性的 对你投注是有帮助的 就麻烦你在这个位置 赶紧按一下鼓励一下 好了 我就在这里 预祝你 是未来的周三 谷臭菜 又过得关 又波得大野